10月24日 下午都會眼眉調 頂你 你這樣說 我可以現在介意 不過算了 有人想起自己也是一件好事 百無禁忌 今晚有Paul在這裡 繼續說說日本的靈異事件 不過剛才說飛機的事情 有朋友回應 心心 她說可能是一些地震救援的裝備 其實很可能裡面是裝了很多 萬一發生地震在機場裡面 應該會供給到的裝備之類的東西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要見到自知 我要見到你讀到日文自知 剛才Paul在麥克風說了一件事 我說我以後都要小心回答廉航了 即是說出來嗎 說吧 大家喜歡日本 我自己不回答廉航的 有原因的 除了那些錄影行李之外 大家要查新聞 要查日文 中香港可能沒有報道 應該是三年之內 是Peach的航空 大家知道是哪一間 它有一班機 本身除了飛到海外 都會飛到陸機 它有一班Peach的航空 應該是飛到大阪至沖繩 如果沒有記錯 幾乎炒了陸海 為什麼呢 我看新聞的報道 原來那個機師是南美裔 我記得是阿根廷 他跟指揮塔溝通上出了問題 別人叫他不要降落 千萬不要降落 他就以為是降落 他就下去 就響了那些警告 幾乎下海 後來臨急地抽回頭 嘩 這麼恐怖 他炒了陸海 應該看到的 是海 我們也看不到海 可能他好像薩利機長這麼厲害 不要緊 要下一個 但我看完那單 我就知道是跟這個 經濟效益有關 那個機師 我問一些做日本航空公司 通常都是日本人持的 那這一家為什麼會 南美裔會不會是便宜人工 我會想 第二 我認識一些人做劇 他們進去機場做研究 他說 飛機安全跟他花多少錢去維修 是完全等號 很多時候一些廉航 可能用舊機 或者用過機 我也關注這些東西 看很多這些資訊 就知道 超過了某個飛行的次數 有金屬疲勞 試過脫了頂子 我看完去日本 我只會選擇 世界Ranking10位裏面那些 其中兩間 不怕開名字 一間是CX 一間是ANA 我會踏擊這些兩間 不過CX這陣子也是 對 還有我最慘的是 我是低確率會中的人 大家可能不用怕 因為我是一些很冷門的東西 無論是壞還是好都會中 是的 我只會中了10萬元 所以我不敢搏 不過再少提我 因為我剛才說 為何不坐日航 因為日航也炒過一宗很大的事 還有裡面是不是有靈異事件 那個聲音 是不是有一宗事件 那宗日本空姐 但是以前的事 應該是英航 他被殺了 因為我那邊佔 我是中立泛出貨說過 後來他曾經有一班飛機 飛過來香港 有人說看到他這個空姐存在 但那個空姐已經是遇害死了 但是日本空姐 不過是英國航空 日航純是1985年的時候 有一個嚴重的空難 500多人死了 不過後來發現 其實我記得是波音公司維修的時候 就釘少了一行的釘 以後就知道要釘兩行釘維修 才可以保住那個壓縮的 還不會壞 但是日航因為炒過那次的航空機 從此算很遠 拖低了就不入十大 還有是不是那段聲音 在網上流傳過 其實過去應該就是在 這個節目的 我們Edmond以前的年代播放過 有機會如果想聽 可能又可以重溫都可以 即是那段是最後通話 那段是當時一直跟控制塔的對話 那個機師說 我現在全力抽頭 全力轉彎 全程直到快撞 然後沒有聲音 整段對話 我過去在這個節目裡 過去就分享過 如果你說定時定後 不要旅遊季節 過了之後大家 也有味道 雖然隔了幾年再聽到 可以多出聲帶 大家又重溫 還有我們之前的華航 大家仍然覺得 尊尊樂道 還未有時會聽到這些 我覺得也很恐怖 我過去分享過這個恐怖 第二個是過去分享過的 就是死刑的聲帶 我覺得這兩個 我記憶是很深的 我們再重溫一下 再談 說回一件新的事 好 在這本《日本之不思議》的書裡 我們說一件 再看照片 是一幅幽靈的畫 這張 是不是很恐怖 表面畫得很恐怖 表面畫得很恐怖 最恐怖的背後精神是怎樣 他在福島園南上馬士 大家知道核電廠出了問題 說福島園已經害怕了 大家可能會問福射 這些畫 大概是二三百年前的畫 什麼特別呢 原來這些畫是被供奉 金聖寺的寺院 是被供奉的 什麼特別呢 特別在第一 這些畫 為什麼要畫鬼呢 原來是用助奏用的 就是用來奏人的 對 有一個說法 甚至用什麼顏料畫的呢 血 真的嗎 不是人血 是用貓狗的血 當然大家今天當然不要制 動物平權 有權利 但是二三百年前 沒有什麼動物權的時候 就用貓狗的血 為什麼要畫這麼恐怖的畫 原來當時 看多一張 其實還有一張畫 我看了一張 都是同一個寺院 另一張掛畫 金聖寺裡面 好恐怖 為什麼要畫這些畫 原來就是 任何時代都會 通常有些官商勾結 有些商人 官吏 就是欺壓一些百姓 那些百姓 那些百姓怎樣去報復 我們就找打小癮 當時的年代 原來他說 沒有法治 就是找些貓狗狗的血 畫這些恐怖的畫 就是用來做一個助奏用 奏勢的貪官 奸商 就是這樣用 二三百年前 保留在這裡 我只看圖片 至少十張八張掛了 全部都是這些 用來助奏用 你也不是說不恐怖 這間寺院 其實不是用來求福 奇緣 是用來打小癮 去助奏一些不好的東西 附帶 寺廟就是 寺廟神社 一定可以祈求順利 求護身符 求阿籤 一定有的 只不過這間寺院 是放在這些 他們認為有靈體附在這裡 的話 當作是供奉 現在是不是有助奏用 那未必 純粹是相信它有靈體 供奉一下 不要那麼惡毒 但以前這幅畫 原本就是用來助奏用的 如果你有什麼人想奏 想毒害他 心地不好 你就去一下這裏 真的 聽都沒聽過 這樣用的畫 其實日本什麼都有 因為我們可以再說一次 廟宇和神社 絕對是兩件事 大家也要記住 廟宇 雖然日本文化裡面 寺廟也會放這些畫 一般來說 寺廟我們理解為 供奉一些傳統的神佛 觀音 佛祖 神社就是神道教的 供奉神道教的神明 神道教其實有百多萬的神明 有樹 溫泉 什麼都可以 因為日本人神道教 相信整個宇宙 所以有很多神明 所以大家分清楚神社寺廟的分別 我們再說一件事 我想跳一跳看 一個士兵的石像 看看那張圖片 這是什麼呢 這是大婚院大婚市 大婚院就在九州那邊 裡面有一個軍人墓地 有一個像 這不是介紹背景那麼簡單 原來有少少靈異個案 這張圖片就是什麼 這張圖片不是供奉二次大戰時代的戰死士兵 是日俄戰爭 大概預計都是禁戰爭那個 那麼久的年期 日俄戰爭裡面固然打了仗 一定有人死 供奉了一些曾經去過俄羅斯道那邊的軍人 後生的戰死 所以做了一個後生的軍人 那些人在當地的人說這個公仔 不是公仔 是一個石像 日久失修 有什麼行動呢 他說是會動 到晚上有人見過他 是在敬軍禮 他樣子挺陰森的 甚至有些說法 甚至在什麼地步 他會 香港我們也有這些傳說 就是離開這個石台下來 操兵地操 晚上好像金鐘那些 金鐘酒店附近 很多這些人型公仔 是我們所說的 中環那個 王后像 不是那裡 不是那裡 金鐘在酒店那區 上面那幾個酒店區 其實有很多這些石像 其實也是 因為我小時候聽到 就好像是王后像 說什麼 這些是 我小時候也看過 就是製造一些尖的石 在他前面 防止他下來地面 這些更加遠古的傳說 對 我也很小時候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 不單是一個背景 很簡單 原來他還有靈異傳聞 OK 好 我們先聽一下電話 這位叫阿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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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阿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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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想分享一個 發生在我表會身上的經歷 是 是 大概應該都兩三年前 有一次他跟家人 有些人去了馬歐山那邊 去玩 是 但是他回到家後 去馬歐山玩 回到家後 他就生了一塊塊 有瘡 有東西滲出來爛 他就去 然後去看醫生 但是 看了很多醫生 都檢查不到他 什麼事 開藥給他 就是這樣塗皮膚 但都不行 不好 是 然後他媽媽 就去他們樓下指責店 問查日 那些 查日 對 那麼 他們的指責店 就突然間有一個 就是 好像潮 不知道是不是潮州 不知道是哪個鄉下過來的 剛剛來探望他的親戚 那個人 就認識這方面的 那 就 告訴他 首先問他 但是我表妹 就一直開始 他不說自己做了什麼 他自己都不太記得 那之後問他有沒有做過什麼 有沒有做過什麼 然後他才說出來 原來 他那天 就逛逛逛逛 突然在山的地方 逛逛逛逛逛 就 歐尿 不是 不是 因為他都十幾歲 喂 十幾歲 在東山都可以歐尿 不是 然後他就說 他是 剛剛有痰 噢 噢 對 我覺得比歐尿 然後 差不多 那個師傅跟他說 叫他去那個位置 要 燒東西給他 誰知道他去那裡 發現原來那裡 是有些類似的 金塔 原來附近 燒回之後 然後 燒了之後 第二天就馬上什麼事都沒有了 唉 這些都是 經常都聽到的 你得罪了他 是嗎 無論是燒痰 還是人家瘦了 這麼巧 是啊 是嗎 OK 嗯 好 就是這件事 是嗎 好 很簡單 OK 好 謝謝 OK 好 拜拜 拜拜 遇過一件事 我不知道他今晚講不講 因為昨晚他在第二節時間 就說了一件事出來 就是有一個叫Rainbow的朋友 他給了一些對話給我聽 一些WhatsApp的對話給我聽 就是他有一位朋友 是被一個靈體上身 被一個男靈體上身 差不多想帶他走 但問題就是Rainbow跟這個上身的靈體 是可以用WhatsApp溝通 即是不停用WhatsApp溝通 即是一會兒我看看他能不能說這件事 因為他也要問准那個事主 因為事主完全不知道他曾經說過這番話 而且是笑得很恐怖的 即是說我是要帶走他的 我是要玩他的 即是有一些很古怪的聲音出現了 但我們剛才在外面聽 跟同事研究 就說現在的靈體都很追得上時代 他上了人身後 他令那個人懂得用WhatsApp 跟其他人溝通 那會不會解釋靈體上身後 那個人他認知了多少東西 全世界有WhatsApp 那他就透過WhatsApp這個媒體去 其實也不奇怪 如果你懷疑原來他可以這麼厲害 他都可以用WhatsApp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燒電話 燒iPad下去 他用到的電話 就自然下載了那個App 所以他也可以跟你溝通 我看看他可不可以先 因為他說很希望可以把那段鬼上身的聲音播露出來 不過當然要事主同意 因為他身邊很多朋友都在聽這節目 很怕別人會聽到 還是怎樣 我們待會看看可不可以聯絡得到他 不如再說一件事先走 還有一件事 正如那張未出的圖片 可以出那張 我們過去都說過人柱這件事 我們看看那張圖片 什麼叫人柱 人柱是否我們廣東話叫打山莊 對 沒錯 日本人柱就是怕建築做得不穩陣 留意這個地方叫什麼 這個地方叫新悉縣上月時 右下的圖是一個骷髏骨頭 這個地方就是發現有人柱 我先解釋人柱 雖然大家看了圖片 人柱譬如說一個說法 東京鐵塔也有在底下 就是怕建築建得不穩陣 就當作祭土地神 即是找小朋友 大人也可以 大人也可以 因為日本的個案 聽到一些古事 有些小女孩叫下人 中文叫做打山莊 他叫做人柱 撞到下面 當然是要生生整死 這樣可以保佑建築就沒事 原來八百多年前這個地方 很多時候有山泥傾舍的問題 當時有一個僧侶 可能是小處遊歷的 來到這裡 就甘願做人柱 他自己肯做人柱 即是犧牲自己 犧牲自己 可能偉大爭人 後來這件事件 大概在近幾十年 二三十年後 就開始挖掘 這個傳說證實 是挖掘人柱 他們相信以前 有些遊歷的僧侶 來到這裡 甘願做人柱 犧牲自己 保住地理環境 不要太多天然災害 挖掘骨 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也挺偉大 但又恐怖 好像很不人道 當然現在當然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就算你自己犧牲 相信有關方面也不會讓你這樣做 我想補充一點 我想應該在過去沒有說過 因為我早前看過日本特輯 關於職身佛這件事 其實本身這個人 原殖的時候 是故意令自己原殖 故意 是 他們挖一個洞 我詳細再說 簡單來說就是挖一個洞 躲在下面 然後轉一個洞 讓他呼吸 然後就是吃堅果 還有樹下下來 他不吃植物 因為覺得植物都有生命 吃堅果 他的目的是什麼 有些人讓他做職身佛 就是令自己慢慢步向死亡 就變成真正的佛 讓人供奉這句干絲 就可以保佑村民 現在日本有好幾座 像木乃伊的干絲 就是他躲在那裡 然後他平時定期會敲一下 那個鐘 一響的聲音 我忘記鐘是一個零聲 就以示他還未死 直至有一天 大家聽不到他再搖的聲音 就是他已經是原殖了 因為他是慢慢令自己消瘦 令自己虛弱而死 他亦是保持乾燥 整副遺體出來 就像木乃伊 那些人可能會把他穿 封乾 封乾 讓他穿很漂亮的 叫做僧侶服裝 放在寺廟上 正當他一個真正的神明 去供奉他 就相信他是他的力量 可以幫助到 這個我覺得 又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他跟這個僧侶組 有一點點的共通點 差不多就是這樣 其實泰國也有很多這些 就是變金身 就是他們會幫他變金身 然後就拜他 也是覺得他很厲害 靈力很高 可以變成這樣 也是五腹化的 但是泰國本身是一個 可能是老了 虛弱而去病死 不是這樣的 日本的過程也挺痛苦 就是慢慢令自己虛弱致死 不過說到人署 現在當然就不給 太不人道 但是有些人會用動物去代替 都是不人道的 當然也是 就是相對起 他們會用動物去做這件事 就變成叫做好一點 他們這樣說 好 今晚我們也說了一些 日本方面的不思議事件 其實阿波還說 還可以留下一些 下次再說 快跑啊 因為本書裡面有很多其他個案 我們留待下次再談 好 好 當成是增長知識 很恐怖 未必是 但都知道原來在其他人的文化裡 有些個案發生 日本真的 真的 好 今晚 免費時段到這裡 待會回來之後 就會聽到 有位認識了 不是很久的朋友 怎麼會認識呢 就是我要去鴨寮街買東西 他真的是店裡的老闆 買完東西之後 他就說 我有貨家 艾文 都很迂迴曲折 關於我外父的東西都很精彩 當然好 你願意交貨 一會兒就會聽到他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個案 如果你想聽下去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可以透過你的手機 可以搜尋一下 即使用銀行 買銀行之後 可以看下一個部分 另外也可以去M1point.com 透過PayPal 用你的信用卡 就可以按鍵 就可以馬上聽到 也要跟Hotbase的朋友說一聲 拜拜 和國內的火咀網朋友說一聲 拜拜 不過接下來 很可能我們國內的火咀網朋友 可以即時透過付費 都會聽到 也不奇怪 再跟大家交代 好了 放一下Paul先走了 好 因為之前也做了一個半小時的節目 辛苦了 下次再見 好 回來之後收費時段 再聽到更恐怖的個案 好